吸收油画的光影特色 带您来欣赏传承百年的仿真绣 沈绣 一百年前 中国第一所刺绣职业学校 熟任校长是一代刺绣大师沈绣 从此 南通四绣开创美术层面的书绣艺术 由沈绣独创称为沈绣 沈绣又名仿真绣 美术绣 代表传统书绣的最高水平 它是在书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刺绣艺术 在绣艺上 沈绣独创的仿真绣 用玄珍来表现人物的机理 运用丰富多彩的丝线 调和色调 展示绣线的自然光泽 使沈绣的作品色彩 调柔和自然 透气栩栩如生 沈绣在继承传统书绣的基础上 吸收西洋油画的用光 用色及明暗关系来表现作品 从不同角度观看都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 充分体现刺绣针法与绣线灵活运用的工艺美感 形成独特的艺术门类 油画能够调出的颜色 丝线都能表现 一种丝线的颜色 从浅至深共有36色或48色 一根丝线可以分为16丝 比头发还要细 丰富的针法与不同的绣法 是一幅作品的完成时间 少则一个月 多则几年 创作者必须具备良好的绘画与艺术功底 十方新闻记者蓝依荣台北采访报道